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橙橙的苹果现在怎么变成黑核色了 大家边吃边聊天 你却注意到窗户边铁栏杆的油漆开始剥落 白色的栏杆上产生了一点一点的绣斑 木炭燃烧 切好的苹果变黑 铁栏杆生锈 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现象 其实都和某种物质息息相关 你要猜一猜吗 答案是 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背后都有氧在参与作用 而木炭 苹果 铁栏杆中的成分 和氧发生的化合反应 我们就称之为氧化反应 其实啊 呼吸也是一种氧化反应哦 哎 那不晓得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疑惑 这么剧烈的木炭燃烧 竟然和平缓的呼吸 一样属于氧化反应耶 在接下来的系列课程中 我们就要揭开氧化反应的神秘面纱 还要带你认识 总是伴随氧化反应而生的 还原反应 好啦 咱们一起看下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